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之一 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孩非常有个性 人长得漂亮唱歌也好听 就像赖小可一样 是我们学校特有名的一支乐队主唱 在我的大学里也属于信花级别的 是这种典型的朋克女孩 不过人倒没什么坏心思 在我还陷在琴丝漩涡里不可自拔的时间里 伴侣女孩对我敬而远之 唯独松磊磊这个朋克女孩 没有嫌疲爱妇的臭毛病 还愿意跟我一起玩什么的 所以我对她的印象是颇为的深刻 没办法 现在这社会现实 很多女孩不光对找男朋友挑 对于男性朋友也都挑 有钱的 长得帅的 有才华的 我记得一个女孩跟我说过 认识有钱的过节有红包 认识长得帅的养眼 真是有才华的考试作弊方便 然而呢 我三样都没有 所以只能认命了 除了金友还是金友 她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啊 这女性朋友不多 苏蕾蕾算是一个 一听她出事 我心里比较着急 难道这苏蕾蕾 也是当初玩游戏的人 执意吗 她娘的 是了 那姑奶奶性格大胆泼辣 做事不着调 只要是她有兴趣的事 恨不得把天捅过窟窿出来 去玩灵异游戏 这种租死的事情呢 她还真是能干出来啊 当下 我冲过去问那女孩 苏蕾蕾什么时候说事啊 她在哪啊 因为走廊里光线暗淡 所以我走上去 才看见这女孩的相貌 长得还可以 脸蛋比较稚嫩 却是浓妆艳抹 身上劣质香水味非常刺鼻 与她那股子 并不算成熟的沁云 搭配在一起 一看别提多别扭了 这女孩我认识 也是我同班同学 叫做叶欣 以前和我没什么交情 因为她就是我们班 那帮贤品爱富的女性代表 看了几本 把现实渲染得无比残酷的小说 就自以为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 以为现实里这么一个好人 没有一个人能靠得住 一天到晚 静干那些 因为败金 遭她爹妈给的身子的事 对我当初呢 也是冷嘲热讽 从来没个好脸色 所以看清楚她的相貌之后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各天中 叶欣看到我之后啊 也是一冷 然后一下子没有刚才着急了 语气也冷淡了不少 苏雷雷怎么样 怪你屁事啊 都他们什么时候了 还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呢 老君老子是屌子 连说话都不愿和老子说啊 我心中顿时冒起一股无名活气 经历那么多之后 性格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了 懒得惯着这个婊子 当时就冷笑说道 你他妈最好赶紧跟老子说 要不然惹毛了老子 今晚招几个孤温野鬼 玩死你 这话我没吓他 看我们这行的 对于怎么招鬼 那得心应手啊 我都不用多干什么 在这女人的窗口 点三根招魂白蜡烛 然后在她家门口 抹上一把诗香油 保准让她一晚上 鸡飞狗跳的 诗香油 就是人或者动物的尸体 练出的诗油里 加上满珠沙花的花瓣之叶 满珠沙花呢 不用说 它是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彼岸的花 盛开在阴间 接引阴魂 是一种阴魂最喜欢的花 散发的香气 会让所有阴魂取之弱 加入含有死气的诗油里 只要闻到的阴魂 都得凑上去 一般门头抹诗香油的地方 都是阴人客栈 现在也就只有湘西一带 还有这客栈了 让来回过往 左脚的盖尸地休息 会让一些阴魂休息 总之啊 那种客栈 不接活人 只应死人 做的是死人的买卖 被我这么威胁着 那叶欣当时就不干了 看上去想和我吵吵几句 不过被贺老师一把拉住了 贺老师 看了叶欣一眼 沉声说道 小脸现在不是以学生身份 出人在这里 而来解决 这次咱们办出的事情 你得好好的配合 侠儿 叶欣看了我一眼 眼中也是有些疑惑 不过贺老师刚才说话了 她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好不情不愿地说 是在宿舍楼里 我们的宿舍姐们刚出去吃饭了 苏雷雷说 她身体不舒服 就没和我们一起去 等我们回来之后 就听到她在宿舍里惨叫 门是从里面反锁的 我们无论怎么撞都叫不开门 用钥匙也打不开 鬼顶门 我脑子里当时 就冒出这么一个念头 要不然就无法解释 钥匙打不开门呢 厉鬼索命的时候 为了防止别人进去打扰 阴风会朝关门的方向猛吹 这个时候想推门 那就是和阴风角力 普通人压根是没招的 什么样的事情了 我脸色一变 钢姐就问她 除了苏雷雷惨叫声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异常 叶欣说道 就在刚才啊 我们推不开门 她来找贺老师的 至于别的情况 好像楼道里特别的冷 然后宿舍里面 似乎还有人在笑 冷 那是阴气重 笑 人笑还好 鬼笑 是要命的前兆 我当时 很狠瞪了一眼夜心 他们发现苏雷雷那残叫那会儿 苏雷雷正处于被阴魂锁命 是一点耽误不得的 结果 问着臭表子时候 还给老子拿架子耽误时间 他简直是耽误人命啊 不过这时候 我也供不得和他算账了 我召唤了张伯文他们 往宿舍楼那边跑 苏雷雷是在八后宿舍楼 401宿舍 离教学楼不是很远 我和张伯文他们一路狂奔 不到五分钟就赶到地方了 楼道里面气温果然很低 隐冷隐冷的 这么重的阴气 显然是有脏东西出没 这时候 楼道里已经心心落落的 聚集十来个女生了 有一个男的正疯狂砸门 那个男的瘦瘦弱弱的 身高一米七出头 长得倒挺帅 我一看那男的顿时也是一愣啊 那是我宿舍的一个好哥们 叫做陈瑜 我爸还没去世之前 和我一起整天胡混的 算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了 只不过 他怎么在女生宿舍楼啊 不过眼下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我连忙冲上去 一把把陈瑜抱住给拉开了 说 你这么大门是没用的 放开我 陈瑜刚开始也不知道是我 开始挣扎起来 扭头一看 看到我之后才愣住了 小田 你这么大门是没用的 我排排陈瑜肩膀说 交给我吧 陈瑜张嘴想要说话呢 谁知 突然一道女生在旁边响起 陈瑜 你担心来里的情况我们也知道 不过眼下的事情 就是不是你能解决的 交给小田吧 她是专业的 这声音来得熟悉 我扭头一看 赫然发现那几个女生中赫然有李佳佳 我这个宿舍的人都认识 刚才一起在吃饭呢 听说苏雷雷出事了 赶过来看一看 李佳佳解释了一句 然后催促说 那是赶紧弄开门吧 你来之前 苏雷雷已经不再出声了 我担心 其实不用谈说 我已经从张不文那里接过摆臂刀 响地一下出出刀 一下子激活身上的杀气 杀气破杀 眼下只能和那坐卵阴魂 斗上一斗 这倒行了 当时我控制杀气 往手上窜 一眨眼 我的手掌心已经雾气蒙蒙的 然后我迪鹤一声 狠狠一巴掌拍在门上 果不其然 确实是鬼顶门 我的手往门上一贴 顿时感觉一股阴气 往我手心里钻 不过被我蕴含在 手心的杀气顶回去了 看来这坐乱阴魂 道行还是不行啊 于是我一股脑的 把所有阴气聚在手掌上 双臂一发力 只听咣的一声 当时就把门 给震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